一岁多双胞胎在地上 妹妹压着哥哥嘻闹 一年多前 林小姐为了求子 砸近200万元 到乌克兰找代理孕母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觉得 钱可以买到快乐 怎么努力都生不出孩子 出生证明上面我是生母 现年50岁的林小姐 求子之路不易 过去历经三次流产 但林小姐真的很想要有小孩 41岁开始积极备孕 砸大钱 试管戒卵都失败 直到选择到乌克兰 借卵求子才成功 但因为现行法规不合法 现在终于有了曙光 我们会提出来的版本 可能是会有代理孕母的 因为这样才有所选择 薛瑞元首度松口 将提人工生殖法修法 纳入单身女性 同性或代理孕母三类人 让想繁衍后代都有机会 如果真的有想要繁衍下一代的话 那我觉得是可以的 需要制定一些法律规范吧 来去让就是这个制度更完善 我觉得这个在台湾算是一个 还蛮前卫的一个议题 那如果说就同性人 他们其实会有这样的需求的话 我觉得why not 我觉得可以是个选择啦 单身女性和同性现阶段 无法采用人工生殖 尤其单身女性解冻卵子 需要异性婚姻伴侣同意 未来人工生殖法修法通过 都有机会议员求子梦 三地新闻张博伟罗佩与新北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